缅甸境内长达60年的战火 造成大批缅甸人流离失所 在泰缅边境漂流 出生在台湾的林良树 从20年前就离开家乡 前往当地的山林村落 投入人道救援的工作 他看到当地村民贫穷落后 10年前开始协助他们 采用无农药的棉花和天然染色 完成一件一件手织作品 再把他们的作品带到台湾换取收入 今天我们要跟着纪录片导演的镜头 一起了解他们的故事 林良树的故事 就从这个泰缅边境的小村落 悄悄展开 采用来自泰缅边境的 无农药棉花手工编织 天然染色的编织物品牌 在台湾专门店还有农夫市集 都可以看得到商品的踪影 这些都是创办人林良树 在泰缅边境投入人道救援的心血结晶 老爷爷问说这个布不留着做成当沙龙 因为他们是当沙龙自己穿的 他可能觉得把布剪成做成这样的 很可惜 我跟他解释说因为 因为外面的人是不穿沙龙的 所以如果我只卖沙龙 让人家买去穿 可能一年卖不到两件 可是如果我把它做成东西 我就会多买几件去做 二十多年前离开家乡台湾 来到就连Google地图都无法显示的偏远村落 全力投入援助发展工作 林良树十年前开始 藉由编织协助当地妇女生计 再将他们的作品带下身 为他们换取更多的收入 纪录片导演叶应龙和黄婷玉 透过镜头记录 要让更多人看见这一篇动人的故事